我们今天把泰国的主流银行介绍一下 这个UOB是新加坡的 欧行实际上是有泰国政府的背景 这家绿色银行开泰银行 在中国的朋友圈里面 大家都还是比较信任它 因为它有很多的中文的字幕 在取钱的机器上面都有显示中文 所以还是比较好用的 前两天唐姐就带做金银签的朋友过来这边开户 真的非常方便 泰国的银行还是挺好区分的 这个叫大成银行 Ajutaya黄色的银行 那么这个银行背景是日本的 所以每家银行它后面的背景都也蛮重要的 Ajutaya利息还行吧 也算是主流银行之一 这个叫Tanakaki Dinakom 就一个大大的秋字 那这个大大的秋字中国人肯定会知道 肯定是中国人的背景 这个就是小众的银行 有的时候会退出一些特殊利息 但是唐姐没有用过这个银行 唐姐用的银行就是泰国的主流四大银行 这家TTB是军人银行 军人银行它这个也算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一个银行 但是唐姐没有在这家开过账号 不知道它整体的运作 唐姐最多用的就是绿色银行 黄色银行和紫色银行 紫色银行这个叫会商银行 它整体的服务跟它的利息都算是挺不错的 服务也是真的很好 这个我们叫做公胎银行 这个银行是政府背景的 所以有很多的政府工或者这些全部用这家银行的多 也有很多养老的也用这家银行的 泰国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被罚款了 电费水费忘了交了 政府的地产税来不及了 都要来这家银行这个汇款 最后唐姐要介绍的就是这家盘股银行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盘股银行 包括上海都有很多盘股银行 可是唐姐跟她缘分不大 因为我们都是不是有钱人 盘股银行做得大 服务对有钱人是彻底的折服 服务很好 对于我们这种没钱的人跟他们讲话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 所以我是最少用的一家银行盘股 我用的就是四大银行主流 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盘股银行就比较少用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盘股银行 这个是每个人跟他的缘分不一样 主流银行有四大银行 盘股银行 会商银行 大成银行 还有这个绿色的开泰银行 我们叫做是盘股就是这个标志 接下来就是紫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 因为我的这个朋友持有那个金签证进来 他们要开美金账户 所以要到塔培门那边去 那我顺便也问一下吧 养老签证和美金账号 什么意思呢 员 对 大 今天带朋友来农业银行开户 金银签证就是好 但是也够麻烦的 就是开美金账号和泰国本身的账号 完了之后银行里面 没有人会讲中文 金银签证照理应该有中文服务 可是这里没有 但是这里的银行 他们可能也是对中国人不晓得有成见 还是什么 我们来办开户都挺好的 可是一看又是美金账号 又是普通账号 那服务员那个脸就嫌烦 他要再再三的告诉我 你们两个号码 另外一个号码就到另外一个柜台去开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完了之后 最后还是顺利 全部都开好了 完了之后 问大唐经理说 旅游签证进来 开户怎么弄 那么这边的银行 它是可以开的 所以这点还是不错 开泰银行能够让人家开户才能做养老签证 对吧 所以现在泰国银行实际上真的也不知道啥是啥 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是用不到这种服务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话什么 看他们这种遮遮掩掩掩或者是什么 反正觉得也不是那么痛快 能开就能开 不能开就不能开 不要弄到中国人稀里糊涂的 到底能开还是不能开 对吧 中介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做中介 所以 当然是有中介可以帮你完成这个事情 可是一个这么大的银行 一个国家为什么不是明确的能就能不能就不能 对吧 这个中介赚什么钱 我不知道 有些东西规定的东西就应该很明确的 不应该让人家是捉迷藏 对吧 而且我觉得真的泰国人可能这里啊 中国人他接受的太多了 所以我看那个小姐每个人脸上都不会应有的笑容 因为银行跟哪里啊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这个机构 所以服务应该都很好 哎呀 完了之后我看他们我也都挺饱的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服务 所以怎么说呢 现在泰国人也在不断的变哦 今天来开泰银行陪朋友过来开户 那我也就顺便了解一下 这个开户到底要一些什么手续 但是因为朋友是持金银卡 所以非常方便 开了两个账户 一个是这个国旗账号 一个是美金账户 这个倒是很方便 但是呢我一直是想着养老签到底要怎么开户 结果问了养老签这里也能开户 你旅游签证进来提供身份证 移民局的地址证明和房东的合约 就可以开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明确哦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通道 账户